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 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 认为这项政策结束得太晚太迟 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 有的受访者表示 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 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 二胎根本生不起 从小到大长这么大 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 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 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 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 这个政策 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 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我们积极享用国家的号召 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 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 因为生二胎的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 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 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 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 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 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 那你就去遵守他 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 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 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 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 可能不只生两个吧 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 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 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 因为包括生孩子 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 就应该自己做决定 不应该受到其他 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是他将来要是 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 你们不生孩子 丁克我也要罚你们来问吧 我觉得这样的政策 是不会实施的 我觉得也够强 俄罗斯没准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 像我这种人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怎么生啊 总不能让我就是 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 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 对啊 当年的前苏联 还真的有这种情况 给你配一个 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 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在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不教 对啊 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 从公民权利的角度 考虑这个问题 认为国家和政党 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 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 做出决定的领域 美国之音 VOA卫视记者东方 北京报道 我可以做出决定的领域 我可以做出决定的领域